今天今天要來看到台中一名十八歲高三男學生 在這月四號突然墜樓先亡 不由於他才剛繼承市價五億元的遺產 墜樓前兩個小時又突然跟著幫忙處理遺產 帶出兒子辦理了同婚登記 因此家屬認為疑點重重 出面來指控 認為這根本就是謀財害命 懷疑是帶出兒子基於遺產 又拐男學生來登記結婚之後在加工墜樓 現在已經巨狀提出殺人告訴 而帶出兒子最後是以三十萬元招保 想到兒子墜樓喪命 思舟母親痛哭失聲 指控是幫忙處理遺產的帶出兒子 謀財害命 因為案發前才高三的兒子 疑似被誘拐跟對方辦理同婚登記 沒想到登記兩小時後 就墜樓身亡 先誘拐我們被害人出去進行同婚登記之後 他就可以依照民法配樓 作為當然繼承人的規定來去繼承 這一筆可能是市價高達五億元以上的遺產 因為被害人名下有高達三十筆在台中的不動產 那這是地點他明顯有謀財害命 而且知法玩法的可能 墜樓地點就在北屯區這棟住宅大樓 也是代數兒子名下的房產 死者是一名十八歲的高三生 事後調查他才剛因為暗戀女同學失戀 找老師輔導 家屬認為他不可能跟同性結婚 質疑整起事件都是預謀犯案 根據民法規定結婚需要有兩位證人 對方是說他們就是隨機找的路人 完全不認識 您的電話將轉接到語音信箱 被指控的代數不願回應 強調目前都交由檢方調查 家屬無法接受兒子死得不明不白 劇狀提出了殺人告訴 根據瞭解二十六歲的下信嫌疑人 也就是代數的兒子最後以三十萬交保 接下來要等解剖報告出爐 交由司法釐清真相 記者方平文 徐凱迪 SN小組 台中報導